知名运动鞋Nike的代工厂上市公司风太企业 涉嫌长期在云林县湖尾西旁边的河川地 非法的掩埋大量运动鞋鞋垫 人工皮革等事业废弃物 面积高达六公顷 业者坦承野蛮数量大约是六千公顿 严重污染了土壤跟河川 而环保局表示 如果业者不执行清除的话 幸福会代为执行 然后再向业者求偿清除费用 为依法追讨到底 仅仅那是风太公司的员工 大队人马来到现场开挖 这一挖不得了 六千公顿的废弃物 通通埋在地底下 检调选择四个地方开挖五米深 挖出来的废弃物 有塑胶鞋垫 人工皮革 泡棉 还有塑胶布 几乎都是运动鞋的原料 甚至还挖出了 但有刺鼻味的污名 我们企业该负的责任 那至于法规上 我们现在已经调查局 在调查之中 我们应该静待这个调查结果 涉嫌违法掩埋的是 国内的风太企业 以制造运动鞋为业务 主要的客户为知名的运动鞋公司 环保局说 这些掩埋的废弃物难以分解 可能已经严重污染上游的 胡尾锡 以及下游的北港锡 一共六千公顿 以每顿处理费 约三千到五千元计算 至少需要上亿元 而且最棘手的问题是 国内掩埋厂容量严重不足 要焚化则需过塞 费用会更高 然后我们也会在 那个和可的范围之下 来处理这个事情 这样 环保局表示 如果业舍不执行清除 县府会代为执行 再向业舍求偿清除费用 一定依法追讨到底 接着喊知心云林财宝目标